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也有点突发的,其实也预计到了 就是警察会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清场 最新一宗是在加拿大 原来在加拿大晚上的时候 警察采用了强硬的手段进入卡加利大学 卡城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是新移加港人去的 因为有些东西是比较便宜的 去了卡城读书或者生活的也很多 原来警方都很厉害,今次用了很多很多工具 如果在19年的时候 说真的,在19年的时候 如果用同一样的工具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西方政客 和一些黄友会批评 但是今次 他们是选择了集体禁声 看回这个卡城大学 真的有很多警察进入 而且警察用了 直升机并且 有发射催泪弹和闪光弹 拘捕了和拆毁了校园内的营地 当然亲爸的学生 当然是示威 但是你知道现场爆炸声 射气 爆炸声 爆炸声 当然那些不是真正是菠萝 来的 现场也是多人被拘捕的 这是 凌晨时分 凌晨时分做的事情 原来 抗争者 就是 大厅的南草坪 当然有一堆 有一堆的 帐篷 当日的 都算是温暖的 阳光明媚 抗争者 原来 媒体也说算是和平行动 当然就是呼吁学校 不要与以色列有关的 这些事情 无论受资助和投资也好 也要断开关系 但是 之后抗争者 就受到警察和校方的警告 就说他们 是非法入侵的 非法入侵 当然如果他们这样说 他们其实也有了一定的 mandaid 是拘捕人的 也看到 西方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 以前说学生想表达诉求 为什么不让他们安营 责债 不让他们示威 你记住这些抗争者相对来说和平 香港以前那些有什么私了 就说他们非法侵入 或者非法入侵 参加活动的学生就说 他们还受到校方的 制裁威胁 看看其实现场 真的相当混乱 他们也发了一份 新闻稿 也接受记者访问时是校园的成员 可以自由抗议 但是他们 嗯 但是 这个校方就不允许 不过 后来校方也回应他们 你们可以 自由地抗争示威 但是 不能够是责刑 之前你们那些 政客 那些黄友说 为什么不可以 这家学校属于民众 属于学生 现在 西方不是一样驱散他们 其实 晚上的事发 晚上的时候 警方的战术小组成员 如果被西培 在香港 拍到的话 就不得了了 那些所谓战术小组成员 其实 就是配备防暴装备 进入营地 防暴警察又出现 拆除了围栏 并且 是和 大概 几十个学生对峙 是面对面的 你记住 是面对面对峙 亦是 开始强行 拆射那些帐幕 将那些帐幕 放在一边 经过 但是那时候 不是全部拆的 后来 越拆越多 之后 亦都开始了 接近几个 三个小时的对峙 这些抗争者和警方 就讨论如何结束营地 同时 抗争者亦都高呼 亦都嘲笑警察 现场的防暴警察越来越多 亦都有大量的直升机盆船 再看 警察 他们就说这个不是一场谈判 看看 多硬 其实 所以我们说 之前19年的时候 警方他这样做 是正常的事 是正常的事 当然他们亦都和这些抗争者 是交谈敦促他们离开 就说 学校内的和平抗议可以 但是 设置这些营地就不可以 大概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原本 是几百名的 抗争者已经开始 减少了 他们也是 知道要有进退之后 就开始拆射 他们的帐篷 但是 仍然有几十人 捉起了人链 手挽住手 就不肯走 手挽住手不肯走的话 警察肯定是要做事 你捉起了人链 就说誓死不走 当然 警察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那就动手了 所谓民主国家加拿大 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那些黄友为什么不出声 他们只是抗争 这么多人移民了加拿大 鸡蛋与高场之间 你不是应该选择 帮助鸡蛋 是你们的原则 当然 亦有抗争者 不肯走 排成 一排 就跟防暴警察和 踩着单车警察 直接对峙 他们也高呼 不夫也不散 就说 我们不会被驱逐的 我们要留在这里 之后警方多次警告 就说如果 这些抗议人士 不离开校园 就立即拘捕他们 之后 就开始下单 他们就用盾牌强行推出一条路 之后就是放 催泪弹 抗争者和警察 亦都大声地 大家在这里 当然抗争者就说 为什么要动手 警察就说 不要走啊 亦都叫他们 及上次 有时可能 owners 都有动作 令警察固埋着 所以他们务 bekommt 褚梅 这个闪光弹 疯 锯响之下 也逼迫那些人屠 真是很狼狈 当然 他们有抗争者 太疯狂了 明明在谈判 为什么 聘�ת 我们吃蛋,吃蛋就只是闪光蛋和催泪蛋 另外他们也有些人喘气地说 我们想着跟警方换和局势,为什么要向他们动手? 他们也说反对加沙的战争 以及和志同道合的加拿大人 一起是不会怕你们的 我们不会被你们吓到,不会被你们击到 当然 也有位是应该是投资的 叫West Sam 他也说自从10月以来他一直是 这场抗争活动的组织者 并且在其中一场抗争活动当中被捕 当然大家 真是死散 面对 警方最后的 一个警告 有位女子 在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 他就说 我不怕你们啊,警察 他说是否我说 就说跟加沙人相比 我 还有我的生命,但加沙人正在势去 较了几个小时 记者也目击到 抗争者其实 就有向警方扔水瓶 就被警方的盾牌弹开了 这些场景 当然 在香港就不止水瓶扔了很多东西 这个记者也说有几名抗争者 就被警察抓了 也有被警察暗在地上 包括他们就说 一名带着 防毒面具的男子就被人压在地上 他就站在一排的 这个是网纳后面 上面就说 所有人都盯着拉法的意思 大家也担心拉法出事 拉法肯定会出事 因为以色列不会让你 另一位抗争者 叫做 Karif 这些相信是某宗教人士的名字 即是他出生自某个国家 或者他的来源应该是来自 某些宗教的名字 也说我们很和平 而他们就穿着防暴装备 而且向我们动手 很多抗争者指责 卡加利大学的管理人员 展示了武力 居然这么说 也有些抗争者对警方的迅速行动感到震惊 他们说加拿大和各校园 其他营地都被永远停留更长时间 当然在对峙结束之后 卡成的警局也发了 官方的新闻稿 他们也表示声语的抗争者 他们就扔东西 向警方扔东西 还有 其他要向警方动手的信号 也导致警员用 非致命的连子 即是刚才说的闪光弹 没有人受伤 也没有人离世 被捕人数 罚丹 以及 被控什么罪 明天公布 警方也表示这些抗争者当中有很多 是 机会可以走的 他们就不走 他们是死手 哎呀 如果在香港发生或者大陆发生 你们的媒体肯定写得坏了 但现在他们报得 也算是说一件事出来的 但是那些政客说什么 以前 在这里骂香港 19年 时候做的那些政客去哪里 原来警方也说如果不遵守规定 警方就必须是清理现场 因为他们非法入侵 警方也已经说明了你们留下的后果 当然一些抗争者的支持人士 整晚 想着 叫他们放人 好像香港那样 放人 但有些 有些人更想抢人 这个当然不行 原来有一位 抗争者的支持者 就说警方不听 学生 只可以做事 他一直 都希望跟省级的官员说 亦想见指挥官 就想着寻求对话 当然一些抗争者说虽然营地已经被拆除 但是他们 一定会回学校继续抗争下去 除了在加拿大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是 清场 说真的 清场 这个也是 我觉得始终都会做的 他们 说什么支持 香港的抗争者 说什么民主自由 其实这些事情 他们清场 肯定会的 因为他也 担心某些人就不喜欢 也担心 越搞越大越发越大 当然也看到整个西方的双重标准 对于这些 因为他们撑巴 就是 可以狠手地做 但是如果他是撑其他 可能他们就不敢 或者 发生在香港 他们当然是 谴责香港警察 或者香港政府 我们看 除了在加拿大之外 美国继续有大学在校园内 这些是亲巴勒斯坦 示威者 被清场 警方也是在麻省理工和 宾夕凡尼亚大学校园 强行拆去示威者的营地 并且 是 采取拘捕行动 其实宾夕凡尼亚 公共安全部门也说 宾州大学 清场有30多人被捕 穿着防暴装备的这些废城警察 把记者 记住他把记者都赶出营地 之前怎样说香港 没有新闻 采访自由 什么 那些黑记 警察叫他走开 其实 就是担心他们受伤 然后就开始拆帐篷 把示威者的物品 扔入垃圾 麻省理工也出现类似情况 有学生记者 就说防暴警察最少拘捕10名学生 而为平地的营地 那些物件全部被扔掉 校长也说被捕人士是和平地 向警方投案 说是不是 很明显就不是 你说大话 因为很多人硬地 要被人赶走 当局 也不想这样 强调是因为亲爸 和亲耳的学生之间 亲爸亲耳之间有不断升级的冲突 警方才采取行动 校长也说 事件潮注 是不和平方向发展 所以整个社区的构成是破坏和代价 难以承受只可动手 随着 这些亲爸人士的抗议 在美国校园不断扩散 其实不少学校的高层认为 现在的抗争活动 营地存在着安全隐患 打算在这个月 全部搞定他们 当然 毕业典礼有些学校 有些学校就说 我清除了营地 可以继续有毕业典礼 但这件事我觉得危险 其实他们一样是可以出来抗争的 亦是 避免来 学校参加毕业典礼的人士 很不开心 因为有些人就很注重毕业典礼 这个校方说的不是我引述他 抗争者就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战 并且 希望他们所属学校 可以和以色列有联系公司全部撤资 或者不需要留置 总之是断开关系 有关的诉求 其实部份学校是有回应的 好像位于纽约曼克 曼哈顿 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联系的 协和神学院也发表声明 校方经过几个月 对投资组合的研究决定撤回支持 从战争中获利的公司 强调校方 为反对武装而作出的 篩查很强大 涉及战事的投资很少 另外 在华盛顿州 他们的长青州 立学院早前也采取类似措施 校行政人员同意 将 有一个学院委员会提出 是策略从严重侵犯人权 或者是因为巴勒斯坦人 土地被霸占 而从中获利的公司当中 撤资 拜登现在 压力很大 如果这些学校也做 究竟他跟不跟 拜登的对抑措施呢 当然现在他阻止了 供给以色列的武器 但是很多人希望做多一点 因为始终学生在拜登的 我们说的投资 他选票的组成结构当中 也挺多 示威者 当然学校就肯 妥协 其实示威者 自己清理是盈地 另外 自从上个月18日 美国当局在哥伦比亚大学 首次针对这些是 亲巴示威大规模拘捕 最少有2600名抗争者被拘捕 分布39个州份和华盛顿特区 涉及百多场的抗议活动 其实专家亦说 这么大规模的拘捕行动只会识得其反 阻止不了更多的示威出来 我都相信是 因为你始终没有解决到巴勒斯坦问题 其他国家亦有大学传出类似抗争 刚才说卡卡里大学就是 用了这个是 闪光弹和其他的工具 也有直升机 除了这个 之前我说过澳洲其实是相算和平的 但是 澳洲国立大学 这个ANU就是澳洲最好的大学 亦都要出手 原来 他们 当然有一名声称哈马斯的支持者 被 学校停学 当然 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是学校说的 我引述的 他自称是无条件支持哈马斯 这件事就不行 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 是做的事都是不可接受 对平民做的事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举动也是 当地警方要求 做的 当然 是当地政客不是当地警方 其实 现在 好像维多利亚洲 其他维多利亚洲大学 ANU其实是 我们首都领地的 ACT 当然 现在他们亦希望 关闭更加多 或者拆走更加多 亲巴勒斯坦的营地 警方亦都说 现在其实澳洲警方在做事 如果允许这些营地继续增长 不同的抗议团体之间 就可能是动手 之后ANU 澳洲国立大学 亦都表示已经针对 一位叫做塔克的学生进行聆讯 将他的学籍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说过 就是 会 撑哈马斯 另外 亦都有封信 亦都说国际法 是承认 巴勒斯坦人抵抗 以色列的权利 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 在声援巴勒斯坦 受到迫害 当然由于一些事件 现在如果他真的有讲 他真的有讲察哈马斯 其实事情就变得复杂 可能真的要动手 因为哈马斯始终 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当然有些学生说解放 巴勒斯坦 其实也很 这样就是 他用解放这个词不行 很多国家觉得这个词 是恐多分子讲 亦都是 有所召忌 除了是刚才说的ANU 另外还有一家 很出名的大学 就是 西北大学 其实他们 亦都是有人 跟学生谈判的 但是 看来 结果也不好 所以 也是会清场的 其实 一些人士也说没有办法 跟警方达成协议 但是抗争者说 我们没有办法跟校方 和警方达成协议 当然 报警之下 其实最后来 我相信这些 拘捕示威者 一些比较 硬硬一点 一些 称为暴力场面 其实我觉得 是不断会发生的 肯定会发生下去的 因为整场抗争 以色列 他继续这样做的话 大家不让 当哈马斯 之前就说 他们肯让 但是以色列就是哈马斯 那些条件 不是他原来的版本 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 另外 新奥尔良 陶兰大学 也有17人被捕 当然有些校外人士 是进去的 其实只有两名是学生 这些校外人士 可能也会成为 第一件事 可能 就会成为一个 可以 镇压他们的藉口 第二件事就是 始终你不是校内的学生 他就不用吻着你 是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